《探龙》第512章 刘冲林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了 可是被冰尸一把抓住愣是挣脱不了 被一口咬中顿时发出一声惨叫来 那冰尸一口咬中随机一摆头就钉刺了一下 刘冲林的脖子直接被撕下一大块来 动脉被撕裂 血水喷起一米多高 化作血雨晖刺而下 那冰尸嗅到血腥味力气更胜 直接抱住刘冲林一通乱咬 对其余几人的攻击根本就不管 几人武器击打在他的身上 不断发出叮当之声 如中钢铁 对他却丝毫没有效用 那刘冲林被一通乱咬 残叫声逐渐变小了 随即被冰尸随手丢在地上 如同丢了一只破麻布袋子一般 身体一落地就瘫软在地上 四肢一阵抽搐 哪里还活得成安 那冰尸满口鲜血 面目猙獰 一双眼珠子都泛起了红光 一转头又奔其他三人过去了 储物巨等人 哪里还敢怠慢 纷纷地游走 不敢让那冰尸近身 可那冰尸速度奇快 三五个起落 已经逼得三人险象还生了 这时那素性老者就喊道 丑兄弟掩护我 我找一下找门所在 一句话说完 闪身而上 搜了一下欺净兵尸身前 手中大烟带锅子 直接化作一片光影 接连在兵尸身上敲打 眨眼之间 从头打到腰间 正面要学全部击打一遍 要知道 不管是什么功夫 或者是什么东西 一定会有弱点 这些弱点 往往都集中在 要害大学之上 素性老者这么做 绝对是有道理的 但也有风险 那冰尸的凶悍 大家都亲眼看见了 他手中大烟带锅子 尝不过两尺挂铃 等于是贴身缠斗 距离太近 一旦被冰尸抓住 刘冲林就是他的下场 所以他在发动之前 才喊了一嗓子 让厨具给他打掩护 厨具也没含糊 就在素性老者出手之际 斗枪融火 整个人都扑了上去 他的霸王枪本就醒目 又是刻意诱敌 那兵尸的脑袋 又转不过弯来 大部分注意力 都被他的霸王枪 所吸引过去 这样一来 当厨具提供了兵尸 霸王枪或刺或扫 或砸或打 击打在兵尸身上 不断发出叮当的声响 完全吸引住 兵尸注意力的时候 素性老者 已经在那兵尸身上 连续敲打十几袋 掩盖锅子 而且次次都击中 要害大血 可他再厉害 手法再快 击打次数再多 打到兵尸身上 一点效果都没有 不但没有效果 还同时让两人 都陷入了凶险境地 厨具的掩护 对兵尸来说 就和没有一样 但素性老者距离太近 所承受的压力也大 一轮大血要害打下来 那兵尸丝毫未伤 他心中也是已经知道 这场战斗 胜利的天平 已经不在自己这一方面了 但这时候 厨具却还没有退 厨具没退 他就不能退 他要是一退 等于是将厨具卖了 所以干脆一咬牙 身心滴溜溜一转 已经转到那兵尸的后面 手中大烟带锅子一轮 叮叮当当又是一顿敲打 这一次终于激怒了兵尸 那兵尸直接舍弃厨具 猛得一转身 一把就抓向素性老者 老爷子一惊 急忙闪身飘开 同时喊道 你从后面试试各大悬要害 在他看来 这兵尸虽然刀枪不入 速度也快 但反应却并不灵光 甚至有点呆色 毕竟是无脑之物 靠的是被打击之后的本能反应 所以要慢上半排 他退开之时 厨具正好趁虚而入 从后面试探 可他错了 不但他想错了 厨具也错了 厨具的想法和素性老者一样 也不认为这兵尸还能具备思维 而且他是老江湖 和素性老者配合自然不用交 就在素性老者一退开的时候 他已经抖枪前刺 变刺那兵尸背后要血 谁都没有想到 那兵尸根本就是虚找 没有追击素性老者 又一转身 一把抓向厨具的霸王墙 厨具急忙抽枪后退 就在一退之际 那兵尸身心猛的一闪 一下子就到了 刚刚退到一边的老太婆的面前 单手一伸 一把抓向老太婆的短臂 那素性老者一惊 顿时明白过来了 老太婆的手臂被砍断 虽然包扎起来 但血腥味仍在 就这血腥味引起那兵尸嗜血的本能 当下急忙大声喊道 老婆子快闪开 可是已经迟了 那老太婆根本就没防备 兵尸会攻击自己 再加上刚才夹攻兵尸 触动断臂伤口 疼痛难忍 正在一旁痛苦强忍呢 那兵尸忽然杀到 哪里来得及躲避啊 被兵尸一把抓住了 储物具和素性老者同时身心闪动 急功而至 企图破纳兵尸放开老太婆 可是他们的攻击 对兵尸根本是无效的 就在霸王枪和大燕带锅子 砸中兵尸的同时 那兵尸也是一口就咬在 老太婆的脖子上了 随着霸王枪和大燕带锅子 不断击打在兵尸的后背之上 兵尸也不断地撕咬老太婆 老太婆并没有惨叫 只是努力转过头去 眼睛紧紧盯着那傻子看 眼神之中满满的都是不舍 那傻子则直愣愣盯着这一幕 没有任何的反应 眼神之中满是吃傻之态 而那素性老者急眼了 多年夫妻眼见阴阳相渴 给谁谁不急眼呢 陡然大吼了一声 满头银发抨起 如同刺猬一般 手中烟带锅子缓缓举起 仿佛手中烟带锅子有千斤之重 黄铜的烟带锅子 瞬间泛起一阵阵金光来 那老太婆却忽然挣扎着喊道 不要带儿子走 但素性老者却像没听见一般 一烟带锅子砸下 悄无声息 砰的一声 一声巨响 那兵士直接被击飞了 整个脑袋四分五裂 无头尸体飞出四米多远 跌进阳河之中 但那老太婆已经瘫软在地 眼见不得活了 杨子已经看傻眼了 他没有想到 兵士的战斗力竟然这么残炮 直接杀了对方两个人 更诧异的是 那素性老者竟然如此强悍 一烟带锅子 直接将兵士的脑袋给砸爆了 但紧接着 他就看到一生之中 永远不会忘记的恐怖画面 您刚子龙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